全屏東基督教聯盟 首次在屏東縣政府舉辦全球禱告日 歷經疫情後有50間教會 超過400人參與 眾人其行為縣府禱告 祈求上帝賜下智慧和智力的能力 經過三年疫情的影響 教會也面臨弟兄姊妹聚會 不穩定的挑戰 會中眾人也透過禱告深切悔改 也眺望上帝的兒女 要回到屬林的家中 要來主坦陷阱 在疫情之後 能夠奪回師徒 搶救靈魂 受這個疫情影響很大 在疫情之前的統計 是教會人好像很兇旺 在一個天開的情形下 但是疫情好像三年就 一下就有很大的退後 那屏東特別是一個 比較偏僻的地方 但是所以我們也需要 在神面前再次來悔改 我們深深的感受 無法預期的災難 可能會越來越密集 來到我們的環境的當中 那教會是不是能夠 在這個時候被檢驗 而且能夠頂得住 一方面我們是否能夠 在苦難中給這個世人答案 有一個方向 苦難中人很多的金黃 佔據 孔金 失去平安 那教會是不是能夠 在這個時候提供人 有一個從主來的平安 有一個真理的引導 讓我們是能夠有 數天的視野來看這些苦難的 直高聲 心在劍在 擁有在地處 阿倫 要為誰抱 面對疫情 經濟通膨等各樣問題 驚恐與不安仍在 教會如何靠近傷心的人 幫助有需要的民眾 將是屏東眾教會的挑戰 也是齊心努力的目標 以上是顧體地新聞中心屏東採訪報導